时隔三年 成田机场终于又爆了 根据日本国家旅游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3年的1月份 成田国际机场旅客人数达到了167万人 是2021年1月的7倍 其中 外国旅客的人数为1036401人 这也是自疫情爆发以来 时隔三年首次突破100万人 外国旅客人数和疫情发生前的2019年1月相比 恢复了近7成左右 日本旅游界预测 今年访日游客有望达到2000万人大关 因为目前日本和中国只放开了5年签证 而这个签证的要求是年度纳税额8万人以上 所以这时候能来日本的内地游客 无一不是高境之人士 China Money似乎又开始笼罩日本了 而当这些朋友一个个来办公室面谈后 大家的花痴吐槽和各类骗术的升级 简直让我们啼笑皆非 在争得允许后 我将不少朋友的经营签踩坑经验分享出来 上个月中旬 一位南京的L女士通过语音沟通了一个小时 基本前半程都是听她诉苦 说自己的签证被拒了 具体的是 上海的某CBD高大上移民公司 在看完这个朋友的资料后 历时半个月结论是 您可是我们的医师父母挚爱亲朋啊 得加钱 为啥加钱 目前您这个资料 入管局看了肯定不行啊 简历不丰满 信息不全面 项目不辉煌 您放心 我东京有人 您听我的 我把您的简历包装一搏 项目升级一下 直接将您的下签率拉高到九成九 至于价格 放心 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原价三十万 咱俩桃园 收您个吉利数 六十六万吧 然后这结果呢 签证没下 这时候去找中介 中介的话术就是 嘿 这世上哪有一定成功的事啊 之前不都说了九成九吗 这不是出了意外吗 要不您再来六十六 咱们再升级包装一次 他可这卖拐呢 果然 现实永远比段子更慌疼 而等我翻开了客户的资历简历 再来看看这个中介 帮他准备的资料和BP后 直接说 大妹子 您要不报警吧 直接说结论 客户原本的资质 确实属于一般 履历也没有太辉煌 但日本的签证 又不只是欢迎富豪 不然 怎么完成移民人数的KPI 他这个履历下签 大概率是完全OK的 至于中介升级的商业计划书 咋说呢 那玩意在东京十年前的 行任舒适事务所 考古笔记本里 你都能翻到底稿 这里先不说这份申请材料 究竟能不能下签 这份资料 对于客户来说 本身就是一个 包含巨大风险的巨坑 之前跟大家分享 如何申请基因管理签证的时候 就反复提到 在日本这样一个信用社会 信用破产 就是社会性死亡 简历范围造假 会对你的人生 乃至于家族的未来 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这里额外说一句 就算是造假 你也得用点心吧 把资料环节 打造到天一无缝好不好 那份漏洞百出的简历 你是怎么做的呢 难道是收个66万 给外包人员做的吗 我实在是不愿意相信 这个公司的工作人员 曾经来过日本 关于加盟 之前的视频 2022年日本签证 常见片剧里 已经做过避坑分享了 但是还是架不住 掉坑的朋友太多了 这里还是在聊聊 可以理解 在资金量不大的情况下 大家都倾向于 用尽可能少的费用 获得最大的收益 最好是付出一笔钱 既拿签证 又拿收益 这钱呢 还能完全负担生活 直接躺平 这里面的雷 无论是网上怎么扫 也追不上人家心埋的多 总结一下 掉坑的表现 基本上 都是听信了机构的宣传 投资了某个加盟项目 其中以餐饮 借户 等相对资金量 投入不多的为主 毕竟钱太多 小鱼就咬不了钩了 而年回报率 达到15%以上 更有甚者 承诺什么三年回本 一生躺平的项目 伯克希尔哈萨维 桥水基金 纷纷为你点赞 而等到了热血沸腾 把钱投进去之后 才发现 这些项目 通常都是以下结果 一 空核项目 别说赚钱 等你登陆日本了 中介还不断地伸手 向你要钱 不给 那不好意思 之前项目黄了 前面的沉默成本 全部打水漂了 至于合同 什么 你签的是中文合同 那你去告我吧 看日本法院认不认 二 没有退出机制 侥幸碰到了一个 相对靠谱的项目了 年回报率 也能达到5%左右 分红两三年了 这时候 想转手项目发现 不好意思 没有回购协议 想委托管理公司 转手卖掉 行啊 转手费20% 这几年分红 还不够转手的 要不想掏这个转手费 没报钱 直接告诉你 市面上 没有公司愿意收购 你想自己转卖 那你折腾吧 看你这个新人 上哪儿去找 日本的商务资源来对接 三 没有对应资产 花了大价钱 加盟了项目 结果只是投资了 一个经营权 根本没有任何 对应的固定资产 什么意思呢 这东西给你分红 也给你身份 但资产 什么资产 那不是管理公司投入的吗 对此 我想说 任何投资项目的门槛 收益风险 都是有相对值的 低风险 高收益 必然门槛高 即便是日本街头 随处可见的便利店 你要是想加盟的话 人家都会要求 你和配偶之间 至少得有一个是日级 同时 你还得拥有自己的徒弟的 这对于正准备 登陆日本的你 就是不可选项 相对的 你想门槛低 容易加盟的 人家张嘴 就敢跟你保证 年化收益在15%以上 可以掂量一下 这里的风险有多大 到了如今 随着话术的升级 和信息差的拉大 什么区块链借户 元宇宙餐厅 各种赛博BP乱飞 还是那句话 如果想选择加盟 请务必来东京实际看一看 毕竟骗子的BP 只是敲敲键盘 而你的投资 特是实打实的真金 其实到了这一步 多半是已经成功 登陆日本的朋友才踩过 毕竟成功登陆了以后 才考虑 于是住行 这些实打实的生活需求 有很多登陆日本的朋友 会在日本天房买地 或者自住 或者投资 总之需求是存在的 相对应的 坑也是确实存在的 这里先列举一下 朋友们在日本买房置地时 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坑 日本是超高龄社会 独居的老人非常多 像这样一个人 孤独死在家中的情况很多 幸运的话 遗体会很快被邻居 或者亲属发现 不幸的话 持续几周 几个月 甚至几年了 都腐坏了 或者白骨化了 才被发现的极端 不幸的例子也不少 而日本把这种死过人的房子 叫做事故屋界 实际上 这种老死的 孤独死的 也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凶宅吧 真正大家比较忌讳的凶宅 是那种出过凶杀案的 或者前租客带着怨恨自杀的 不过 只要是事故屋 以心理瑕疵为理由 一般在售价上 都会大打折扣 就算是不自住 用以出租 中介都会在租金上 让利很多 所以 有的朋友刚登陆日本 结果 被不靠谱的中介 领到一处相当不错的房子 撞了一圈 然后一问价格 好家伙 比周边房子 低了三成有余 然后呢 中介看见一个外国人 故事套模版张嘴就来 什么妻离 肤散子读书 家里劳母染疾病 生意伙伴闲人跳 出国读书急套现 那故事 知音看了 都对男墨女泪 你这一听 嘿 又便宜不占王八蛋 呸呸呸 咱不活菩萨吗 讲究的 就是晴天柱出世云与情 及之与命散野竹林 就他了 裸锤了 签约 马上签 不签 不把我当兄弟 然而事实上呢 在日本 类似的事故物件 都要被明确标注的 但一些亲爱的老乡 哪能和你说扫兴的话呢 而申别方法 其实特别简单 这里给大家一个网站 上面详细标注了 日本市面上 所有的事故物件 网址如下 我在简介里会贴出来 诸位有用自取 但如果已经不小心 踩了坑的朋友 事情也不是无法挽回 在日本 事故物经过第二次导手 也就是换到事故后的 第二个租客的时候 事故物就不再算是事故物了 它会回归它原有的价值 甚至这几年 已经出现了 以此为职业的 事故物件经手人 即喜屋人 所以呢 如果您是坚定的 美物主义者 住过几年 说不定还能因祸得福 这房出租出去 反而能提高收益比 当然了 这话是调侃了 毕竟大家飘洋过海的 润了出来 展可不是为了给房子的下家 去鞋的 所以建议大家 还是认真真变 有朋友说了 咱这灵魂 就是不计放纵爱自由 成品屋都千篇余律 有啥意思 咱这至少 180的功课天赋 不能浪费了 那日本不是土地永久产权吗 我自己买地盖房行不行 先说结果 当然行 毕竟很多朋友 费这么大劲来日本 图的就是一个 田园木格的生活方式 但是呢 这里必须得说的是 但是 在日本 买地盖房是可以 但是土地跟土地之间 也是有很复杂的建筑规则的 比如呢 前几天在频道的评论区里 就有一个运气不好的朋友 在日本买下了一块 300多平米的土地 结果这块地 在当地要求下 只能盖不超过600平米的建筑 更要命的是 不能有围墙 现在这位朋友 正在自家的院子里荒野求生 我看完之后 心里可谓是一个五谷风格 按照日本的生态环境 没有院子围墙 家里很容易成了鸽子和乌鸦窝 而且东京的鸽子乌鸦 真不是什么善叉 你走近它 它分分钟要陪你练练 在此 还是先祝这位朋友 早日解决这个糟心事吧 然后 还有一部分朋友 就是为了这点醋 我才包着这顿饺子 看上了一块地 买下了一栋房子 本打算拆旧盖心 可结果呢 房子都拔了 才发现这块地 属于再建筑不可 所谓的再建筑不可 就是按照字面意思理解 就是土地上的房子 不能拆了重建 出现这种问题 通常是自所房子挡住路了 影响了消防车 救护车等应急车辆进入 所以在购房前 一定要注意甄别 如果买到这两种物件 贬值是肯定的 而且 本身冲的是土地 房子多半已经很残破了 再建不可就意味着 你多半 要守着这个风足产业的老房子 陪它度过余生了 前面说过 在日本买房 房产买卖合同是日文版本 所有的条款 是以日本的法律为基础 签约时 需要买房本人出示护照和载留卡或者驾驶证 如果买房是一家公司时 需要出示公司注册证明 以及可证明签约人与公司之间关系的有关文件 坑就在这里 有的朋友在买房时 由于语言不通 就跟中介签了一个中文合同 这挖坑的操作空间不就来了吗 靠谱的中介 通常会给你再准备一份日文版 部分老乡呢 就拿一份中文版的母版合同把你给糊弄了 等你给了钱到了日本 不好意思 中文合同 哦 没有那个事 保安 保安 请把这位先生送出去休息一下 另一个坑就是 部分无良机构 会在合同上把交房日期定得很模糊 导致了购房者买了房 却迟迟过不了户 无论是在日本购买二手房还是新房 房产购户的时间 基本都是与支付尾款的时间为同一天 交房当天 买家支付尾款给卖家 卖家与买家的过户材料 交给司法书士确认 材料没有问题后 当天交给法务局 办理房产过户 大约在交房的两周后左右 可以拿到房产证 但是呢 如果这个日期定得很暧昧 比如说支付尾款后进行过户 那托你一天合理 托你一年也没毛病 虽然合同成立 交易成立 但是过户不落实 这房子还不能算是到了你的名下 后续的贷款就别想了 想要出租盈利也别琢磨了 所以有关合同 请务必请专业的机构 或者请司法书士公民 商业的世界里 每天的片局都在更新 也许我刚写完这些东西 市面上又会衍生出新的片局 但是我还是决定 将这篇内容出完 无论它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咱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